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帝造我 是有灵性里面 有关神本性的理性 正义 跟道德问题 上帝造我 也有两个不同层次隐藏的三个接触点 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是什么 我有灵魂 也有身体 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 是一个摸不住 抓不到 一个是不是活在世界上的人 我们不明白的个体 但是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 是坐摸不出的 照样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 就是一座的尸体 没有灵魂的身体是尸体 没有身体的灵魂是阴魂 那我们现在见的人不是这两种 我们所见的人都是 外面有身体 里面有灵魂 大家说 外面有身体 里面有灵魂 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 就把人造在这两大元素的结合体 在这一的一个位格里面 什么叫做两大元素 我是一个人 我这个人有看得见的一部分 我是一个人 我也有看不见的一部分 我那看不见的一部分 是使我有可能成为伟人 成为伟大的心灵 伟大的人类 伟大的榜样 伟大的思想家的那个个体 那那个个体不是整个位格 因为那个个体是我整个位格里面一部分而已 上帝又把一个身体放在我这个个体外面 成为另外一个好像是个体 但却不是独立存在的身体窒口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说 这个窒口是一个臭皮囊 里面那个灵魂才是真正自我的个体 所以我们有看得见的一部分 我们有看不见的一部分 这两部分组成了我是一个人 那当你讲我的时候 你不是单单指你的外面 你讲我的时候 你要讲你里面加外面的整个的完整体 这个叫做我 那这样呢 你认识你自己 就从这两方面的综合来认识了